經常聽人說投資涉及風險 即使是投資高手都可能有失手的時候 最近接到一個任職投資銀行的客戶求助個案 他借了兩次私人貸款合同百多萬 打算短炒獲利 誰知投資失利 現在每個月只還私人貸款部分 都已經要四萬五千元 再加上自己自鑽物業的按揭貸款 每月大概是一萬元 即是每個月還款已經要五萬五千元 而他的月入就是七萬元 每月的還款就令他無法呼吸 他有窮途末路的感覺 他都不是瘋得光 他就打算利用物業去加按清數 他自己透過網上銀行做股價 估計出來的物業是四百五十萬元 但現在他上餘的貸款 再加上私人貸款 其實都是四百五十萬元 換言之 就算是八成按揭 都不能夠完全清還了貸款 所以他就找我們去幫忙 好了 我們了解過去的個案之後 發覺情況沒有他想像中那麼壞 因為他是任職一間大公司 每月都是固定收入 有齊良單、稅單 基本上已經可以通過到 安保的清數門檻 另外 即使他在銀行做一個網上股價 就發現物業是未到價 但其實網上的銀行股價 一般來說都是比較保守的 我們就知道其他的銀行 可能都用不同的股價公司 有些不同的股價出來的 所以我們就搜集齊他的資料 再向銀行那邊爭取 成功為他的物業估值可以到550萬 再做一個八成按揭 即是貸款可以到440萬 到時候他只需要籌10萬元的時候 已經可以完全清還債務了 他就接受了這個方案 成功提取貸款 每月的供款由55,000元 大大降到19,000元 降幅是65% 這個個案其實有幾點需要注意 第一點就是如果用按保的計劃 高乘數按揭計劃去清掃的話 銀行去計算公款佔入息比率的時候 就可以抹去私人貸款還款部分 不用計算的 不過就在提取貸款的同時 要透過律師樓去同時清還私人貸款 另外如果透過高乘數按揭做這個清掃的話 其實就不適用在林鄭伯 即是新按保計劃裡面 只是可以原有的按保計劃才行 換言之 即是物業的估值600萬以內 才可以做一個八成的高乘數按揭去清掃 最後就是不是每間銀行都願意做轉案清掃這個申請 所以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話 最好找專業人士的協助 就可以節省很多時間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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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